回家都好困難 滿滿黃山君忠信兄弟球迷 把國父紀念館站擠得水洩不同 中華翅膀台灣大賽第一場 獅項大戰在大巨蛋開打 現場湧入四萬球迷 疏散又成了難題 就連電腹梯都沒關閉 差點造成危險 大巨蛋跟捷運的連通道 已經塞滿了所有的人潮 可是包括電腹梯 還是持續把人往下送 北捷沒有緊急關閉電腹梯 導致人在五號連通道 擠成沙丁魚 差點推擠 就擔心發生踩踏事件 議員市警北市府 應該加強疏散措施 我也請捷運公司來檢討 也就是未來 我們在大型賽事及活動 一定是要超前部署 昨天他們確實也設了指揮中心 也加派了三十九個人力 市長承諾會檢討 只是大巨蛋的問題 似乎還不只這一個 大巨蛋的漏水問題 還是沒有解決 台北市體育局給出最後通牒 十月底前如果還沒有改善 將開罰遠雄最高三百萬 而還有一元踢爆 大巨蛋十八個包廂 只開放兩個 剩下的似乎被當作 遠雄的私人招待所 要把包廂的使用權回歸給主辦單位去做配置 那你遠雄有需要 應該是跟主辦單位去租用 而不是本末導致先把它扣下來 變成我是土皇帝 我認為蔣萬安市長你必須硬起來 即將開打的世界棒球十二強 大會要求要有六間包廂 遠雄只願意提供兩間 議員直指蔣市府必須要對遠雄硬起來 而遠雄日前反擊北市府 幹涉包廂營運方針有違契約精神 雙方爭鋒相對 華視新聞李洛同林凱鈞台北採訪報導 哈囉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